这些小技巧永远不嫌少 hello大家好我是小番茄 众所周知武器的基础伤害决定了武器的输出上限 不过其中也不乏有些单发伤害比较低 可是爆发输出却非常强的武器 武器如果缺少输出 对枪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输 因此现在高伤害武器越来越受玩家欢迎 后座力反而不是大家首先考虑的问题 这让不少低伤害武器比较尴尬 你知道有哪些伤害比较低的武器组合呢? 下面一起来聊聊看吧 想要赞成灵敏度的可以点赞这个视频 再评论一个1 1.M416搭配SKAR M4和SKAR是玩家经常用到的两把步枪 它们都有个相同的优点 那就是稳定性非常强很容易上手 以至于有些玩家会同时选择这两把武器进行搭配 可是这个组合却非常缺伤害 毕竟它们定位相同同时选择意义也不大 不如搭配其他副武器使用 2.红点搭配98k 大家玩久了之后什么样的开局都遇到过 比如有玩家落地就点到98k 有人甚至运气比较好的开局 结果找了很久也找不到背景 也是只能使用红点来Buff98k 这个组合严重影响了98k的伤害能力 很难记到远距离的敌人 无法达到双击秒人的效果 伤害完全不够 3.PP19 PP19现在是冲中枪中比较尴尬的存在 伤害只有35点 处于不高也不低的水平 而且射速也不突出 即使有着53发的高弹甲 遇到三级甲也会被玩客 对枪看似很猛 实际表现却很普通 视频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喜欢捡上面这些武器使用吗